这绝对是我见过的天花板级危机公关 整个事件到今天仅仅三天 其演绎出来的脚本堪比励志大片 遭人构陷 因祸得福 绝地反击 口碑飙升 成为现象级公共事件 大家好 我是原载 雪莲被爆生产车间脏乱差 眼看就要上演老檀酸菜式的悲剧 可没想到竟然逆风起席 被无数网友引经据点 疯狂力挺 甚至一度被顶上了全网热搜 6月29日下午有自称雪莲冰块的员工发图称 雪莲因为生产车间脏乱差被查 此消息一出 高界哗然 这可是雪莲啊 谁小时候没有花五毛钱买过几个冰疙瘩 如果这个丑闻真的属实 那么其影响将直接波及世界人口至少7个百分点 因为受众基数过于庞大 雪莲官方这个中国冷饮界最著名的顶级小作坊 更是吓得连夜注册社交账号回应 表示这个爆料中的雪莲冰块并不是雪莲 而是山寨货 在发布的车间视频下方写道 我们的净化车间全自动生产 五毛的情怀冰棍没有他房 干净于卫生啊兄弟们 这一无比真诚的辟谣让他房传言不攻自破 本应是此次危机公关的终点 没想到竟成了本次事件升华到第二阶段的起点 在三小时疯狂涨损十万人后 评论区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人们讨论的焦点已经逐渐脱离了他房事件本身 而很快转入到了对刺客雪糕的不满 什么是刺客雪糕 就是指那些平时隐藏在冰柜里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当你拿去结账时却发现 这玩意儿竟然这么贵 动辄二三十四五十一只 像刺客一样给你狠狠一击 网友们从一开始小心翼翼的怀疑 逐渐发展成了文学含量极高的讽刺 有人在鸭鲁江面上大呼 打得一高开 免得雪糕来 有人在巴黎和会上怒斥 中国不能失去雪莲 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还有人在横曲的深山仰天长笑 为雪糕立心 为高明立命 为网高即绝学 为万高开太平 从文学名著到历史事件 从好莱坞大片到上下五千年 大伙无所不用其极 穷尽了毕生所学 只为表达一句 雪莲安门挺腻 在群情激愤之下 广大网友们对雪莲的爱 已经来到了离谱的水平 有人表示退一万步讲 即便雪莲是真的塌了房 当初雪莲都不嫌弃我穷 我凭什么嫌她脏 是雪莲拉肚子 那很明显是我肚子的问题 关人家雪莲什么事 错的不是雪莲 而是整个高界 从来没有见过民众 对一个品牌竟能如此溺爱 一家老子号食品单位 主打低端平价产品 几十年来坚持不涨价 甚至山寨她的都比她卖的贵 在被曝出卫生安全问题后 沉默多年的粉丝们集体爆发 甚至这其中还有不少人 将她的名字一直误认为是雪碧 但这丝毫不影响 人们要维护冷饮界清流的决心 你们说雪莲包装烂 口感刺 产品线单一都行 但唯独不能说她不干净 这雪莲我吃了她二十多年 她脏不脏 难道我不知道吗 从雪莲的这个包装 以及不少人念错品牌名这一点 不难看出 这也是一个曾经以山寨为起点的产品 蓝绿渐变叠加冰块背景的设计灵感 来自九十年代雪碧的老包装 五毛钱的价格就能收获三块钱的快乐 实属小时候的性价比之王 如果不是这次因为他房事件上热搜 我都不知道这雪莲厂 竟然现在还活着 还一如既往的无视经济周期和通胀 依然只卖五毛钱 今年三十岁的我第一次吃到雪莲 大概都不到十岁 跟群小伙伴合买一包 撕开包装的同时 周围就会有几只一起伸过来的手 一人给挤一块在手心 大家一起仰头吞下 友谊升华 而这次雪莲的再次出现 绝不只是以冷饮的身份这么简单 她被那群吃着雪莲长大的孩子们 寄予了厚望 他们要以雪莲的名义 向那帮不把平民当人抗的资本 发起反抗的巨浪 雪莲他房上热搜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 以这件事情的性质 以及事件牵涉的主体 都并非是本身就拥有热搜体制的元素 可奇怪的是 雪莲连同他评论区里的雪糕文学体 就是火了 而且大火 连续登上了多个社交媒体的热搜榜 话题持续多天 依然热度不解 这很明显已经超出了一个 卫生安全事件 或者说冷饮厂公关事件的热度极值 这件事已经上升到了 全民大讨论的程度 背后一定是有推手的 在找出这个推手之前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 冷饮界最近几年的改变 以及国家层面对于经济市场 做出的应对和判断 这几年的夏天 关于雪糕的梗是越来越多 比如不要拿不认识的雪糕 不然会变得很不幸 时刻要警惕雪糕刺客等等 去超市和便利店 3块5块的雪糕是基本价格 10块以上的也越来越多 几时上百块的也不是没有 雪糕正在变得越来越贵 想买个1块5毛的 简直不要太难 大概从2019年开始 市面上的高端雪糕 开始逐渐增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哈根达斯这种 一个球就几十块钱的外国货 算是高级天花板 可是2019年之后 随着国产高端雪糕的产生 哈根达斯也显得不那么离谱了 但这却是一个 令人非常奇怪的现象 雪糕大家从小就吃 一个便贵分两半 一边全是五毛的 另一边都是一块钱的高级货 凭什么现在的就要几十块钱 对于这个疑问 某高端雪糕创始人的回答是 造雪糕也是需要机器 水电煤 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的 成本不断涨价 我们这单只的成本就要40块 你爱要不要 难道生产雪莲就不需要机器 不需要水电人工成本吗 显然不是 刺客雪糕可以说是贵的毫无根据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高价低质 可是对吃货舌头最大的侮辱 愿意花几十上百块买一根雪糕 至少在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下 你买的绝不只是一只雪糕的实用价值 同样的 费尽心思用几十上百块去卖一根雪糕 卖的也绝不只是一只雪糕的营养价值 讲好品牌故事 打造消费价值 把产品做出远超原材料的营销溢价 搞市场赚大钱才是独家配方 当昂贵成为潮流 便宜就是原罪 2021年是我国重权出击 抵制资本无需扩张的原因 以滴滴出行全家桶被下架为标志 国家开始对资本的行为 进行合理且必要的政府管制 资本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能带来增值的资金 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不同 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 资本这两个字并不具备彻底的贬义 而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 公家有国有资本 民间有私人资本 是组成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本来它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 应该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但资本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 它强大的异化能力 异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我们做简单的理解就是 手段与目的的错乱 比如它让职场人相信 努力工作就会有好的生活 结果喜迎福报996007 放在雪莲事件中就是 你为了吃到营销话术里 那更好的品质 而选择了刺客雪糕 却发现这东西 并没有高昂价值对应的味道 再想回头去买一块五毛的评价糕 却发现它已经早被资本 挤光了生存空间 再也无法吃到